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個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廖委員國動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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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 是 他們可以 我們有關 我們要關注 我們要關注 接下来我要用我们熟悉的中文 重复我刚刚所说的 这次在东海岸到域里所造成的地震的一个伤害 我看到了相关的新闻 当然这次的地震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这次的造成的地方的伤害 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检讨 公共建设尤其是玉长公路再一次的冻裂 在玉里的玉星桥 整个半边都崩落 还有一个部落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叫做安通部落 它一个活动中心 用前瞻的计划花了700万的经费 它的屋顶一样的崩落 这个活动中心才几年 前瞻建设才几年 居然就崩落下来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好好的检讨 现在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东部的灾区重建 怎么样让东部的民众的生活能够迅速的回到正规 政府应该要赶紧的做相关的应变跟救济的一个措施 让大家快速的回复原来的生活 而且政府一定要超前部署 余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余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东部因为大部分是原住民地区 希望政府用另外更多的关注 来让重建的工程 重建的工作 尽速的完成 让我们回复我们原有的生活 谢谢廖委员 继续请温委员玉霞发言 好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今天要谈的是扩大茶器失联的移工 移工无故失联 而且滥用转换制度的问题 十分的严重 让许多雇主因困扰不已 甚至求助无门 因此 郁小汉几位同仁 在3月11号召开公听会 请各方方系人 共同研议如何修法 或是加强起地 以杜绝诸多乱象 公听会后 移民署便在最近对国内的警政人员 进行一次的内部问件调查 那么调查的主题是 如果陶毅移工在 10月31号之前 自首的话则只是限制他赶快离境 自11月1日起才开始扩大茶器 移民署进行这份问件调查 当然是因为计划从11月1日开始扩大茶器 因此先看看机场警政人员的反应 移民署这个动作透露出几件事情 首先移民署确认 移民署确认 陶毅劳工呢 它是违法的 其次违法情形非常全面性的 而且问件调查范围普及全国 再来 政府以往对于移工陶毅 并没有积极的管理 以至于问题扩大到不得不面对 移乔首先要肯定 移民署面对这个问题呢 但是既然是违法就该执法 为什么还要等到11月1号 为什么不是7月1号 或是说在提前 根据相关产业人士的出估 目前陶毅的移工呢 大约在7万人左右 如果以每一个人月薪3万元计算的话 那就有20亿元的规模逃避 就业安定会的相关医务 对于国内劳工的权益来讲 这是造成多大的伤害 目前对移工陶毅 现象落实管理 是因为前几年疫情的严重 为了防疫 各移工输出国及输入国 都有边境管制 移工输入实在是 诸多不方便 为了兼顾国内移工需要 因此对已入境的移工管理 相对较为宽松 现在疫情逐渐趋返 是该回归正常供需的管理了 如果在政策上容忍 放进移工市场 乘向成生的话 那就是伤害国人及国内劳工的权益 希望移民署能够尽快扩大差弃 逃逸移工 以上 谢谢 谢谢温委员 继续请杨委员穹英发言 院会主席游院长 各位同仁 新务界的朋友 杨穹英发言 九大飼料厂联合涨价 行政院农委会 讲干话 2月11日 行政院副院长沈隆金 副院长 台湾饲料工业同业工会 与国内五大饲料业者座谈 饲料业者当中 达成的共识 是经考虑政府已经宣布 免征玉米5%的营业税 决定支持政府稳定物价 暂不调涨饲料价格 以舒缓中游 我们的续产业 勤业 以及下游的 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 成本上游的一个压力 上涨的压力 那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先生呢 在3月21日到立法院 经济委员会背询的时候 所有也曾经说 所有的饲料 价格到3月底前 是不会变动的 但是 我们看到陆续有9家的 饲料呢 业者呢 在3月底以前调涨每公斤0.5元 引发了农民的怒火 直逼是打脸 行政院以及农委会 讲干话是不用钱的 政府的承诺都没有用了吗 我们看到国内的饲料厂 福茂有指宣布 3月11日宣布 自3月16号饲料 每公斤调涨0.5元 福州实业 3月16号宣布 3月18号起 我们的 他们的续勤 饲料全面也调涨 每公斤0.5元 统一企业 3月18号 宣布 集起 勤料 猪料 每公斤调涨 0.5到0.6元 茂生农金 3月21号宣布 起涨 0.5元 台湾普风 3月21号 也宣布 3月22号 调涨 0.5元 农生企业 3月22号宣布 即日起 每公斤调涨500元 换句话说 一样是 每公斤调涨 0.5元 另外大臣 新农科技 3月22号 也宣布 3月23号 同样 调涨 0.5元 国金产 续产 3月23号宣布 3月24号 也起涨 0.5元 农民说 增加 0.5元 一个月要增加 5万块以上 的负担 那么我们心想 目前九大厂 每公斤均 调涨 0.5元 在同一个时间 调涨 同样的价格 这不是垄断 什么才是垄断 农委会 公平会 你们看到了没有 你们都睡着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农委会 不要只有说 不会涨 结果是如此 结果是大家一起涨 请好好照顾农民 拿出政策 谢谢杨委员 继续请 A委员 预然发言 院长早 2月24日开始 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到今天已经满了一个月了 目前还看不到终点 战争的炮火 落在乌克兰 但是同时也落在世界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人的心里 过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相信大家都更珍惜和平的时光 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陆续在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德国等国会发表演说 前天 泽伦斯基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 这是日本国会史上 第一次有外国的元首 以视讯的方式 向国会议员进行演讲 并且同时在网上以视讯直播 过去邀请外国元首到国会演说 通常会是本人先与天皇 或者是首相会面后 才会进入国会演讲 这次泽伦斯基打破了日本国会的惯例 现在泽伦斯基计划到 韩国的国会演说 也获得乌克兰驻韩大使馆的证实 以乌克兰 在乌克兰需要国际各方援助的时候 台湾从来没有缺席 我们在第一时间自发性主动的参与了援助活动 截至今日 已经累计收到的善款超过了八亿元 为了反映台湾人民的心声 以及响应外交部宣传我国在援助各国抗疫抗暴的一举 我呼吁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 游锡坤院长 要邀请泽伦斯基总统来演讲 可以用视讯的方式在总统府行政院院会 或者是立法院的议场演讲 并透过全国的媒体直播 近距离地感受到台湾上智总统院长 与国会议员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们这样就可以让泽伦斯基 看到即使中华民国与乌克兰 目前没有邦交 但同住在一个地球村里 在地球另一端的台湾 很关心乌克兰正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也让他知道自由民主的台湾不同于对爱 希望他能够同理台湾同受强权威胁的痛苦 进而能以停售大陆侵略性武器 以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本席在此呼吁政府立刻邀请 折轮司机来台湾发表视讯演讲 日本能 韩国能 台湾也能 谢谢 谢谢义委员 登记国术论坛发表的委员都已经发表完毕 现在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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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